各位朋友平安 台语有句愿意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活着 知恩要徒报 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祂给我们生命气息 祂赐下人类生存的必须元素 阳光 空气 水 使我们得以生存 既然我们每天都享受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也应该要活出拥有上帝恩典的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国王路易十六被废了 并且被关进监牢 他的儿子也被捉拿 为了避免王子长大后 再次被永立为国王 反叛者认为 只要让王子失去道德操守 失去做国家领导人的条件 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于是他们把这少年人 带到一个远离巴黎的一个村落 让他接触各种享乐和淫秽的事情 在他面前摆设各样丰富美味的食物 希望他终日只顾吃喝玩乐 沦为情欲的努力 不停地以出言会语跟他说话 并派遣淫荡诱人的女子接近他 同时又给他各种享乐 有六个月的时间 这少年人每天从早到晚 都活在足以令他堕落的环境中 后几个月 他坚持不受诱惑 于是反叛者便加强各种诱惑 就是要引诱王子来堕落 但是少年人始终没有沉沦 最后他们质问这位少年人 这些事情明明可以带来欢乐 满足你各方面的欲望 为什么你不向这些诱惑来低头呢 这少年人回答 我不会做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情 因为我生来就是王子 将来要做一国之君 所以我一定要持守 做一个好国王的品格 今天的圣经 格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后半段说 既然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你们不可使这恩典落空 这位王子知道自己身份 所领受的恩典与责任 同样的 我们也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也要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 愿上帝的恩典 祝福大大充满你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